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,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,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。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,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,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。 是哪里人呢?过去讲叫荆州安康人,实际上就是陕西安康人。 他幼年的时候呢,信为恩让。信为恩让什么意思呢?就是他的本性啊,总是非常感恩别人,很喜欢让给别人。 什么好的东西都让给别人。 所以他的父亲呢,就给他起个名字呢,叫怀让。 怀的就是胸怀的怀。 这个孩子啊,哎呀,胸怀就是喜欢牵让,叫怀让。 怀让禅师呢,十岁的时候呢,非常喜欢看佛书,有出家相,就是很庄严。 不染俗贵,不染俗贵是什么意思呢?不去沾两道,俗气的这种,哎呦,觉得自己了不起了,没有。 啊,当时呢,有三藏玄境法师,行脚落过他的家门。 三藏法师呢,并不是唐三藏的三藏,就是说,他这个三藏就是金律论三藏,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和尚,落过他家。 啊,行脚呢,就是正好落过他家门,看到怀让禅师呢,哎呀,哎呀,这孩子怎么长得病然呢? 素艺啊,知其不凡啊,哎呀,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凡人。 辞子若出家,避祸上城啊,广度众生啊,就是说,你的这个孩子如果他出家了,一定是上城啊,就是说非常大法师啊,广度众生。 还让禅师,十四岁的时候,就慈亲,果然啊,就离开了亲人,前往静州玉泉寺,这个寺庙到今天还有,玉泉寺,去落发为生。 学习戒律,经律论三藏,他是律藏,学习戒律,时间呢,长达八年之久,受聚逐戒之后,也就是说,受了菩萨戒了之后,他又继续学习律藏。 律藏呢,在和尚里面呢,就是专门学法律的,就是我们说戒律的,就叫和尚出家里当中的法律。 后来呢,他发现,像这样学习律藏,对自己生死问题的解决,他觉得作用不是太大,于是他感叹道, 我受戒经经五下,广学律义而言有表,欲思真理而难弃言,我受戒经经五下,五下就是五年,春夏秋冬以夏为上,广学律义,就是很好地在学习,而戒律,以表。 非常非常非常地严格,做表算,欲思真理,我想寻找真理,非常地难起言,非常地很难找到它,于是呢,他决定放弃,继续学习律藏的打算,改修禅宗。 当时呢,他的同学呢,叫坦然禅师,知道他的志气高脉,这个人很有志气,就劝他呢,哎,你还不如到各地去参学,实际上就是游访四海,到各种庙里去学,并建议他呢,去礼业, 松山会安和尚,那么南越怀让禅师呢,最初的时候呢,从河南松山,参业会安国师,会安国师呢,叫他到, 邵州,潮州,潮州,潮州,去参业,六祖会能大师,于是呢,千里迢迢呢,怀让禅师呢,就来到了潮州,这个时候呢,怀让禅师呢,最初参见六祖会能的时候呢,六祖呢,就问他一句话, 圣出来,什么意思啊,这个地方话呢,你从什么地方来啊,听懂吗,圣出来就从什么地方来,六祖就到,啊,圣门物,愣门来,古时候的语言啊,就是土音啊,方言啊,什么意思啊,圣门物就是你是什么东西啊, 是什么物啊,啊,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啊,古时候的语言啊,圣门物,愣门来,怀让禅师,不知道怎么回答,实际上就是,啊,禅宗大师就问他,啊,你这个人是什么物,就是你是什么,讲的,物就是东西吧,什么东西,你到这里来干嘛, 其实呢,这两句话的意思呢,你来干嘛,就是,他想启发你啊,明白自己,你本来的面目,你是什么物,怎么来的,就是你是讲,人是怎么来的,啊,你也可以说你是什么地方来的, 于是呢,怀让禅宗大师听他讲的这两句话,人没搞懂,就在六祖坐下参学,既然没搞懂啊,我就坐下来学了,其实这个东西就是,我们人本来具有的清净佛性,他这个话很有讲究的,什么物啊,就是,你 你,是不是拥有了佛性,本来,所以你们看,过去六祖会呢,不是讲过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成乃,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,听懂了吗,物,在这里就是,这个东西其实,就是,你有没有保存着,你心里的清净的本性,就是,你什么地方来了, 我应该说,我从佛性而来,那么,怀让禅宗大师呢,在跟随慧能法师学法的这些年呢,他呢,慢慢的领悟了,我们人的心和本性,不能受明相的束缚,我们的良心和本性,不能因为明利着相,去绑住自己,现在有人, 这样的吗,对不对啊,有的人良心,良心为了一点明利,结果去害别人了,有的人为了一点利益,把自己的本性,不应该伤害别人,他就伤害别人了,受到明相束缚,就是绑起来了,然后呢,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,就是叫它,一念悟性,就能继承佛力,就是你只要开枯了,什么都能夺,明白, 那么,那么,南岳的怀让禅宗呢,随似六祖慧能八年后,跟着六祖慧能八年的,啊,在四重他在那边上,有一天,怀让禅宗突然,游行,就是游行物了,他呢,非常的欢喜雀跃,前往藏室,就是方藏的房间,叫藏室, 是就是房间,告诉六祖道,某家有个会处,他讲了某家有个会处,某家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僧人,啊,僧人自称就叫某家,有个会处,就是我已经明白了,我刚刚来到的时候, 你大师问我,什么物那么来,他八年之后,把这六个字,又拿回来说,我明白了,修了八年,明白了,听懂了吗,六祖问了,做妈生会,方言啊,做妈就是干什么,啊,做妈生会, 因为他开始讲,某家有个会处,我明白了,这个道理了,会,就是我明白了,会了,这事情我会了,然后呢,六祖就问他,做妈生会啊,啊,你是什么意思呢,你是怎么领会的呢,做妈,就是你怎么领会的呢,那么怀让禅宗就说了, 说是一句话,说是一句话,说是一句改悟的话,就是说,您老讲过的,这一个,你是什么悟,是吧,这个是不对的意思,就是说,我们说是一悟,说是,啊,你干嘛,你是什么悟,其实您说这句话,是,啊, 不对的,因为,解悟,就是悟性的,是靠感觉的,而不是靠一个悟品,一个人物啊,一个事物啊,他都是个悟品,不是他这个事物能够形容的,他的意思就是说,说是一悟,你当时说的像一个悟,实际上记不重,就是不对的,我这样讲故事式的解释佛法, 你们可能会更有兴趣呢,怀让禅宗呢,就说了,这个意思就是说,我的问题啊,是无法形容,叫什么都,都不合适,因为禅宗呢,实际上就是一种智慧,不是说一个事物,一个人物,它是一种菩提的本性, 你只能理解,你只能理解,不能言说的,听得懂吗,所以很多人跟人之间的交往,大家做到心中有数,但是不能讲出来的,一讲出来就不灵了,大家听懂了吗,所以叫觉性,本体的觉性, 那么,讲到地面就叫佛性啊,所以为什么佛陀呢,拈花异消,实际上学佛的人心里有数的呀,所以佛法一看你的行为,心里有数,你是个学佛人,一看你这个行为,你不是个学佛人,这叫觉性, 实际上呢,在意义上是没有的,所以,你一定要说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,那么,实际上是是是而非,你说它是个物体的话,是是而非,你说它是一物,所以就不对了,急不重就是不对了,那么,接下去,六主又问了, 还可修正佛,还可以修正佛,就是六主问他,修就是修持,印证,对不对啊,你居然说了,不可言说,你能印证佛法吗,那这样的话,你还用得着修正吗,你居然说不要假,只可心意领了就好了,你证物就可以了,你修没有方法修什么, 就是说你,如果既然说这个不对,你要用什么方法,才能证得你说的明信见信,可以用它这个方法, 它就是说你还可以有什么方法,可以修持和验证你所说的这句话,或者是怎么样修成佛法, 所以还让禅师又到了,修正即不无,污染即不得,他的意思就是,我修心正德佛法,你又不能说我没有修,对不对啊,你说我没修不行,那说到底,你到底要不要修呢,禅宗大师就是告诉我们, 这个学佛法修心啊,他不属于修,也不属于不修,如果说道,不用修,那么不修道的人,永远都是凡夫俗子, 如果你今天说你不修,你可能还在轮回,那么你说你修了,我问你,你修了什么,你知道什么该修,什么不该修呢,你自己还没修成,你当然讲出话不对咯,那你到底修还是没修呢, 他就是在修和没修的当中,让你自己在感悟当中,所以我们修心的人,最难的就是没有修到菩提本性的时候,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修偏,你说他不修可以吗,他要修,但是修了修偏怎么办呢,修不到菩提本性怎么办呢,那还不如不修, 那你到底修还是不修呢,你一定要修,而且一定要修成,正果就是要修正,修正了就不会没有得到,叫修正机不无,因为佛心的菩提本性,他是自然在身体上就有的, 在凡不修,在胜不修,在凡不修,在凡不修,你就是在凡人当中,也不会减少,在圣人当中,你也不会增加,这就是新经讲的中观中道,不修不修, 我举个简单例子,你们今天某一个弟子,在十一年前,拜了师了,那么你们跟我学到今天,你们还是那么善良,你们的心有增见了,没有了,对不对啊,过去是弟子,现在还是弟子啊,又没有增见了,对不对啊,那么你现在修成了,你已经境界很高了,像菩萨了, 你以为你真啊,你还是在修心啊,你哪怕修道了,超脱了六道了,你还要修的呀,是不是啊,所以再完不修,再胜不修,所以生命,实际上,用现代科学讲,有两个系统,一个叫迷惑系统,一个叫觉悟系统, 迷惑系统呢,代表一个人有迷惑的一面,觉悟系统呢,代表这个人对这件事情有觉悟的一面,所以人有的时候就是在选择,你对这件事情,你到底想觉悟还是迷惑,就是在你自身的选择当中,所以如何才能从迷惑走向觉悟呢,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,需要你们好好修, 如果你不好好修这个从迷惑到觉悟当中的过程,你就是在修无名,修了半天越修越不明白,修了半天越修越傻,修了半天越修越糊涂,你是不是在修无名? 所以你修了无名之后,不懂了,你开始烦恼了,修烦恼了,修了烦恼之后,修愚痴了,人越来越傻了,变得越来越愚痴了,愚痴之后呢,就开始贪嗔痴,所以修心,要修有正的状态, 所以他说还可修正佛,修还是不修,实际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,你到底可修正佛? 他问你,你可修正佛吗?所以这句话很厉害的,你可以修吗? 你说我在修,也没修,没修就是在修,很多人说,哎呀,你在做善事,我没做啊,因为你已经把善事作为应该做的事情当中,所以你就没像没做一样, 所以这个既有既无,就是这样,所以这句句话就是告诉他,学佛修心没有标准答案,就是大家在进行修正的过程当中,所以有一句话叫道不必修,但必须修,你以为道不必修啊,要修的啊,所以真正的有心求道的人,像你们,哎呀,我一定要修好,一定要有心求, 要修到啊,实际上,就要对道的一些障碍和污染,你必须要觉悟它,你今天要做这个事情,你就要知道它有很多的烦恼会来,很多的障碍会来,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,不要怕。 所以我们今天要放下自己准备学佛了,修正击不无,污染击不得,什么意思啊? 就是我们又不是说没有去修,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得到,所以修心修正,不是说我没有去修,也不能说我有修,实际上就是要修,在修行的当中,要心无挂碍,心无染灼的去修, 这才叫善修,你想想想看,如果你去修,忍辱,我忍耐,你骂我,我忍耐,我忍耐,我忍耐,好了,最后成恨了,忍到后来成恨了,今天你去布施,我不施,我不施,是我在布施啊,没有我给你布施,你吃什么? 不可以做像啊,不可以做像啊,所以有修就会有污染,要修又要不要怕污染,这叫争修,污染击不得,什么意思啊? 污染击不得就是要离开分别心,离开执着心,所以禅宗非常的厉害,它就是离心意识餐,又要修心,又要离开自己的心里边的意识,再去餐,就是再去修 谢谢大家